没有跳舞的天赋怎么办 或许你可以请一只猫当老师 每当女主的姿势不规范时 他家的猫就会亲自过来知道 可要说光会跳就算了 更过分的是他还会rap 然而殊不知这却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所有的家务活也被他全包了 只有你想不到的却没有他不会的 只因女主在大雪天就下了快要冻死的自己 于是为了报答这个恩情 铁蛋从最简单的收拾垃圾开始 从生疏到熟练 一步步便成为了一个会做家务的保姆 但女主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还自学会了唱跳 也就在这天 他突然发现铁蛋很奇怪 嘴里总会哼出一些奇妙节奏的音乐 听起来像极了rap 更是仔细一听才发现 铁蛋哼的是电视上经常放的音乐 但女主却不敢说也不敢问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便抓拍过铁蛋在跟着一个女团学跳 可没想到这一拍不要紧 结果被发现的铁蛋愣是被气到不敢再跳第二次了 于是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后 女主是万万不敢再闹了 毕竟这样一来铁蛋就会对他产生警惕 反过来他要让对方觉得唱跳不是什么害臊的事 对此女主首先就想到了拍马屁 索性直接夸铁蛋的rap唱得不错 但想法出现的瞬间就被他排除了 万一被铁蛋误会是反逢怎么办 那么假如不经意地唱出来呢 但这个想法一出就又被女主放弃了 五音不全的他毫无疑问又会将对方给惹毛 女主有想过直接来一场battle 但以他的rap水平如果不被打一顿才怪 就这样在一番思考下 女主终于也想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办法 她决定反过来跟着女团学跳舞 假装自己也很喜欢的样子 虽说跳得有些别角 但铁蛋却成功被吸引了注意 可就在女主以为目的要达到时 却不曾想铁蛋的第一件事 却是先调整她的动作 显然是她的姿势并不规范 但就这还没有结束 接着铁蛋又把音乐倒了回去 不用想就知道是要让她重新来过 女主心里有苦却说不出 而直到两小时半的苦训后 铁蛋才对她的表现心满意图 就这样在自讨苦之后 于是每天下班女主便多了一个任务 那就是练习跳舞 尽管在家都累得跟狗一样 但一到公司她却又变成了女强人 同事们完全都看不出她的皮态 而看到每天女主都充满活力的样子 同事也不禁纷纷向她打听是否有什么秘方 要知道每天的工作都把她们压得快喘不过气了 此时女主毫无疑问是懵逼的 因为这段时间她除了唱跳以外什么也没做 当然真要说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原来每到她不想上班的时候 铁蛋都会将爪子呼到她的脸上 当然却不是让她闻脚臭 每闻到这股上头的味道 女主的心情就莫名地放松了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贴心的洪睡服 当然如果就这样还睡不着的话 铁蛋还会一把抱住她 并发出奇怪的呼噜声 绝妙的震动声让她两秒半内就能进入梦乡 虽说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但对于同事的好奇女主也只能解释是因为养了一只猫 可没想到就是这么含糊的回答 两个同事却深信不疑 其中一位直接就询问是不是因为肉球和呼噜声 原来猫咪有一种很神奇的功能 不仅从肉球上散发出来的费洛蒙 有让人类冷静下来的效果 并且呼噜声还有消除压力的作用 更是经过研究表明 这个声音还可以促进伤口恢复和提高免疫力 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一种猫咪疗法 虽说就很离谱 但这却解开了女主一直以来的疑惑 然而女主不知道的是 铁蛋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了她 甚至一度的想要抛弃过她这个主人 原来当时在被剪到以后 女主的邋遢就已经被她画上了句号 流浪猫的她很清楚 第二天便到来了 女主的垃圾意外地导致门没有被关上 见此她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逃跑 可也是这时 邻居手上的垃圾袋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流浪猫得她很聪明 显然今天是丢垃圾的日子 于是想到毕竟女主就吓了自己 临走前她决定帮其完成一项任务 那就是拿一个垃圾袋再走 只见她灵活地便用嘴巴叼起 然而一路小跑便来到了外面 再将垃圾成功放到了站点后 她的心情也是大好 原来人类的事情也不过如此简单 可直到回过神才发现 她竟不自觉地又回到了女主家门口 而这时老奶奶也在旁边 在发现女主家的门没有关好后 她决定将其给关上 而这也正合铁蛋锁里 就在她决定再次开始流浪生活时 脑海里却不由浮现了女主的样子 虽然对方连自己也照顾不好 但却是很努力地在照顾别人 而那个别人就是她自己 如果无处可去的话就来她这里 当时女主的话在她的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 于是想到这里 在门关上前的一刻她成功返回了 这个黑影还让邻居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而此时的铁蛋刚回到家 却被一个简陋的窝吸引了注意 这是女主给她准备的 可在简陋中却又充满着温暖 而这也让她的决心越发坚定了起来 她决定亲手照顾这个废物人类 但在此之前她要先补充营养 当然女主却不知她内心所想 只是奇怪铁蛋的食量越来越大